我是不是还得先说我是谁是谁 我叫李银河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 专门做LGBT研究的 就是中国的同性恋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是大家所有中国人都面临的问题 就是这个人权的问题 就是他们现在不能有自己的组织 不能够出自己的报纸 他们不能有自己的那个就是代表 在人民代表大会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要争取这些权利 另外有一个呢我觉得是就是这个 这个群体特殊的面对的问题 就是文化 中国文化价值的这个压迫 就是你比如说在中国 所有的这个在就是同性恋 男同性恋要去跟女的结婚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的情况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文化 特别特别强调这个家庭和传宗接代 所以他们大概估计有70%的那个男同性恋要和女的结婚 那女的也可能会比例会更高 就是女同性恋要跟男的结婚 为了生孩子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压力真的是特别大 所以在中国会出现形式婚姻这样 就是一个男同性恋和一个女同性恋结婚 来专门应对这个这种压力 所以我希望的是 我觉得他们面临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应该有更多的社会 有更多的宽容 然后能够有同性婚姻 来这个 来来就是说摆脱这种困境